今天本节是要讲遗传法则 遗传通质是什么 我们一定会讲到孟德尔 他被誉为遗传学之父 他提出重要的遗传法则 可是在孟德尔之前 能到克里加都没有任何的理论吗 尤其遗传这个现象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东西方都很早就发现 有遗传这样子的现象 像我们东方说龙生龙凤生龙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打得 生了孩子会打动 打得儿子 炮子的小孩会打动 所以遗传者都被发现了 早期的遗传理论有不同的理论 使用这个很有名 叫做搅拌遗传理论 指的是 我们清代双方的体液中 都含有所谓的遗传物质 我们遗传的资讯 存在于我们的体液中 然后我们的体液会混合之后 再交给子带 所以子带会获得 清代双方体液的混合 因为早期对于子带怎么产生 不是很清楚 认为是体液混合合成的 那体液中带着遗传物质 遗传讯息 经过混合之后 再交给子带 所以子带会同时 因为有点像妈妈 又有点像爸爸 这叫做搅拌遗传理论 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怪 但是他完美的解释 为什么小孩有点像爸爸 又不完全像爸爸 有点像妈妈 又不完全像妈妈 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这叫搅拌遗传理论 好再往后 达尔文提出天泽说 而达尔文自己也有 自己的遗传学理论 他的理论叫半生说 好再我们提一下 过去在国中或是之前 你们可能听过天泽说的故事 很多生物老师会说 达尔文提出天泽说 天泽说还记得内容吗 遗传变异 过度繁殖 生存竞争 适得生存 其中第一项遗传变异 我们生日小孩会悦悦 会不太一样 那就有人问 达尔文为什么会有遗传变异 那我们以前都会说 达尔文一定要回答 我不知道 因为常常说达尔文的天泽说最弱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没有遗传学上面的理论 没有遗传学上的理论 天泽最缺遗传的理论的学说 所以有人说如果达尔文认识孟德尔 把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拿进来 好像天泽说会更完满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事实上达尔文有自己的遗传理论 这个遗传理论叫半生说 他其实是搅拌遗传理论的2.0版 把仔细的讲清楚 然后讲得更仔细的就是升级版 好那当然为什么说呢 他说我们身上有很多的体细胞 这个体细胞当然有遗传的讯息 这个体细胞会产生所谓的维牙 体细胞产生维牙 维牙就会进入到体液 体液就会流到生殖细胞 换句话说全身的体细胞经由维牙 把遗传讯息交给生殖细胞 而生殖细胞受精之后才传给子带 所以子带透过生殖细胞而获得双清的维牙 而维牙带着遗传物质 好那这其实只是搅拌理论的升级版 只是把搅拌理论讲清楚 体液带着遗传物质 这个物质叫做维牙来自于体细胞 体细胞分泌的维牙到体液 体液再交给生殖细胞 生殖细胞再交给子带 所以达尔文的半生说 只是把搅拌遗传理论 把它讲得更清楚 把它扩展得更完整 好这是半生说 那为什么各位都没有经过这个说法呢 因为达尔文自己都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其实跟搅拌遗传理论 为什么科学家也不太接受 你可以想象 大家都是混合来混合去 你们都是混合来的结果 如果这个机制可以walk 这世界上怎么还有白人跟黑人呢 应该经由长期的演化 人类全部是灰人才对 黑白黑白全部混在一起 应该变成灰人 怎么还有纯白人跟纯黑人 你都没有跟别人混过吗 对不对 经由长期全世界变成灰人或是黄人 对不对 所以讲办法遗传理论 其实科学家想一想 怪怪的 达尔文自己也想一想 怪怪的好像不太合理 不然全世界都灰了 或者是大家会越来越一致 因为大家都混过了 对不对 好那除了达尔文自己想一想 觉得不合理之外 事实上达尔文有个远房表弟 也做了一个著名实验 推翻了半生说的理论 那那个表弟他怎么做呢 他找了不同品种的兔子 他兔子有不同的品种 有的颜色不同 有的毛色不同 有的花样不同 他把不同品种的兔子做输血 他说我把黑兔子的血输到白兔子身上 那既然血液中有微牙 微牙带着遗传讯息 那得到黑兔子的血液的白兔子 至少要出现一些黑斑吧 可是他发现输完血之后 什么都没有改变 他就说你看血液中根本没有微牙 血液根本没有带遗传物质或遗传讯息 根本不会改变他的表真啊 所以他就说表哥 你的理论有怪怪的 犯生说好像不对 所以已经由实验来证明 或者是达尔文自己用想一想 觉得不合理 反正犯生说就没有了 因为大家都不太相信 你他自己都不相信 以上就是早期的遗传理论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就要介绍 弄德尔的实验 跟他提出的遗传理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